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永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吉永市无症状确诊者居家医疗 照护计划启动了 吉隆第一天就有190件的案件评估 有15案获得核准 另外为了要避免新北市 两岁幼童兰疫重症死亡的 憾事再度发生 24小时的防疫专线 已经加开了20线 吉永市政府同仁 仔细的向来电民众说明 确诊者申请在家治疗的相关规范 吉永市无症状确诊者居家医疗 那我们随时也会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的最新的 有关于疫情的这个政策的指引的改变 跟市府的政策来动态做更新 那我们所有的职机的同仁 也会随时来告知最新的讯息 金融市长刘昌表示 实施首日无症状及轻症确诊者居家隔离医疗申请 有190案进行评估 其中有15案或核准 将由基隆常驗医院负责医治 而目前有190案正在评估当中 那已经有15案是已经核准 纳入我们的无症状跟轻症的 这个确诊者居家医疗与照顾的这个计划里面 所以这个已经在执行了 另外对于新北市中可染疫的两岁幼童过世 金融市长刘昌除了表达遗憾 也决定将24小时防疫专线扩正20线 希望及时回忆民众需求 避免憾事再度发生 那我们现在有防疫的专线 24小时的防疫的专线 那很多民众都会打这个防疫的专线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快筛阳性的一个专线 现在很多民众其实有一些防疫上的问题 他也会打到这一个快筛阳性的一个专线里面 那不管是我们的民众打到哪一个专线 我都是要求我们的同仁 接线的同仁 就也不管你是哪一个单位 我想我们都是要求要立即的去 回应民众的一个需求 那为了去防备这个量能不足 所以我们也立即扩充了防疫的专线 加了20线 那来加强服务 那回应的一个量能 4月19号金融市再新增148例 其中除了家庭群聚及校园染意外 全台知名的卡巴丁渔市也出现群聚感染 到4月19号为止共有25名确诊 除了渔市自主修饰三天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也规划安排 渔市所有摊伤与相关人士 共800多人进行PCR裁减 卡巴丁的一个确诊的人数 是有25人 最新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在今天早上 卡巴丁的这个联谊会 他们所有的摊伤 大家也达成共识 那我们卡巴丁会 这个自主修业三天 那在三天的期间里面呢 会针对所有的环境进行清销 那另外我们本来就跟联谊会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 所以之前也都有进行这个我们快塞试剂的一个投放 所以后来有许多的员工他这个确诊 他也是利用事先我们给市场的这些快塞的一个试剂 来进行快塞 然后这个有阳性的状况 后来进行PCR的一个裁减 那所以现在市场是休业三天 那我们也会这个请所有的摊伤 还有这个员工 那来做PCR的一个裁减 牛昌已要求金融市卫生局说明确诊个案进案流程 解释产生时间差的原因 希望让民众安心 针对疫情变化 牛昌强调 目前防疫重点已调整为用快塞试剂监测疫情 同时缩小匡列范围 希望在维护民众健康的前提下与病毒共存 协助维持正常生活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导 而金融市多处市场传出了确诊者的足迹 卡玛丁市场也传出了零星个案 担心疫情扩大 与会联谊会决定20后期休市三天 并紧急发放760剂的快筛季 希望找出市场黑数 入业后的卡玛丁市场人潮兮落落 受到疫情影响 销量不如以往 疫情陆续蔓延到市场 连卡玛丁市也传出零星的确诊个案 商家主动通报卫生单位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联谊会与摊贩开会后 决定从20日凌晨起休市三天 有这个足迹出现 因为好几个员工被感染 所以我们就提前部署 这个疫情的反控 我们这传播链如果传出去 全程都对 所以我们来内部已经有一些状况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提前作业 不要把这个疫情的传染率把它降低 先把它降低 他会不会担心 还是会担心 怎么说 因为都是外来客 比较多 对 都来买鱼的 买鱼的 他确诊又来买鱼 你也不知道 因应休市三天 政府产发处和联谊会 19日凌晨起 陆续发放快筛四季 准备了760分的快筛 实际完成发放720剂的快筛 摊贩领取相当踊跃 已经从疫情开始 就已经很不好了 一方面我们也是说 把这个疫情降温下来以后 再来做出那个营业的时间 不要说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扩散的话 差不多半个台湾的人 通通要去筛选 台湾的鱼市是北台湾最大的鱼市 今天上午鱼市联谊会开会 决议从4月20到4月22 因应疫情要自主修饰三天 金融市政府对于鱼市的决议 表示尊重与支持 在鱼市休市的期间 市政府这边也会安排相关的环境倾销 如果联谊会有防疫相关的需求 那市政府这边也会尽力来协助 这个我们目前 看法定的一个确诊的人数 是有25人 最新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在今天早上 看法定的这个联谊会 他们所有的摊商大家也达成共识 那我们看法定会自主休业三天 那在三天的期间里面呢 会针对所有的环境进行清销 那另外我们本来就跟联谊会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 所以之前也都有进行这个我们快塞试剂的一个投放 所以后来有许多的员工他这个确诊 他也是利用事先我们给市场的这些快塞的一个试剂 来进行快塞 然后这个有阳性的状况 后来进行PCR的一个裁剪 那所以现在市场是休业三天 那我们也会这个请所有的摊商 还有这个员工 那来做PCR的一个裁剪 那希望清销之后呢 也能够把整个这个有染疫的这个情形 的人员来做一些安置跟处理 这是目前Kamadin的一个情形 Kamadin休时三天 将展开消毒 联会向业者宣导 若快塞为阳性 务必通报快塞阳性专线 配合市府防疫 才能让疫情获得控制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而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莲表示 金融市以人口数看市民染疫的人口比率来看 高居全国第一 疫情情况只能用严峻来形容 因此宣布5月3号 召开为期一个月的定期大会中 所有必须要出入厅的人员 都必须要减负开疫前三天的PCR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异常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莲在市议会预备会上表示 金融市市民以人口数和染疫人数比率来看 高居全国第一 疫情情况只能用严峻来形容 因此蔡旺莲也宣布 5月3日召开为期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只要必须进入议事厅开会的市议员 以及包括市长在内的各局处长 以及科长和媒体记者 都必须减负开疫前三天的PCR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议场内开会 我特别要求说所有的议员一定做好PCR的这个检测证明 包括我们只要进议事大厅的开会的人员 包括市长包括议长都不在话叫做全部包括所有的媒体记者 大家几乎都一定要提供三天内的这个硬性证明 那当然因为在开会期间 没有办法说每天都有硬性证明可以提供出来 起码要让我们这个议事大厅在执行我们这个民意机构的这个责任的同时 这个开会的同时 我们起码要让所有的议员 议会的人士都要有一个阴性的证明 让大家可以很顺势顺利的推动我们的这个市政监督也好 我们的所有的市政府的所有的业务报告也好 可以大家免于心慌免于恐惧 议长也要求市议会工作人员每个礼拜必须要做一次快筛 而如果不幸有市议员或是市政府重要官员 例如政府市长等人染疫 定期大会还会继续开议吗 议长蔡旺廉强调会看疫情影响的情况 滚动式调整 最坏的打算就是比照去年一样修会 在开会的这个期间 如果有发生跟疫情的这个状况 我们会用滚动式的来调整 所谓滚动式的调整 就也不排除 我们会办 跟去年一样 会有修会的可能 然后再延期的可能 一定会照这样子做 因为毕竟保护这些民意代表 也保护所有的选民 保护自己 也要估计别人的健康 议长蔡旺廉也呼吁议员们 疫情严峻的时候 尽量减少群聚的餐会和行程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有鉴于疫情严峻 市议员宋伟丽等人 就建议市政府应该要先给议员们 懒议后的SOP处理流程书面报告 因为每一位市议员都面临到 越来越多的市民 陈情求助的案件 主持议会预备会议的 议长蔡旺廉 一时之间口干舌燥 干咳了几声 现场议员们纷纷紧张了起来 议长只能苦笑的说 自己没有确诊 我没有确诊 大家会这么紧张 不是没有原因 议长蔡旺廉强调 基隆市以人口数和染疫比率的人数来看 高居全国第一 疫情严峻 基隆市现在是全省确诊率最高的 他们现在医疗的人员 没有办法从外县市调派来支援 所以很痛苦很痛苦 因此包括市议员宋伟丽 王省之和韩世玉等人 就建议应该要求市政府 先给议员们疑似懒议之后 该怎么处理的SOP流程书面报告 来帮忙无助的民众 因为每一位市议员都面临到越来越多市民 成情求助疫情该如何处理的案件 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都是临时接到 有时候自己的工作上面都没办法安排 这是孩童在受教育的 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支援 再来就是就医部分 因为我们也不要浪费太多的能力 如果你有一贯的SOP可以充足的去做 或者有什么配套措施 希望政府机关拟定一套 要不然现在真的乱成一招 我的办公室电话被打爆之外 我相信每一位议员都一样 我们来要求市政府要给我们金融市的市民百姓 要有一个SOP 我们就会照SOP机制去走 要不然民众现在非常惶恐 政府机关不就是要给我们那个吗 我们是民意的代言 他们八口之家 六口之家 七口之家 实际上就会碰到难题是什么 是他们会因为现实条件 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事 所以一旦被匡列之后 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防御旅馆的经费会过高 对于一个六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人来讲 所以变成是大家没有办法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留在家内被匡列的人 就只好被迫家庭群聚 我讲的是被家庭群聚 类似像这种难题 它同时就会涉及到 卫生局 社会处 教育处 民政处 这四个跨局处的单位 因为新一国小这个事情的话 停课 但是东边有排筛检 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变成说同工不同调 这个我们是绝对的 会觉得说非常的讶异 议长蔡旺联表示情况紧急 他会想办法要求市政府 优先提出这个书面报告 就没有办法等到我们开会的时候 因为毕竟还到5月3号嘛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好好 我来 我来弄那个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暖暖进水厂通水将满120周年 自爱水公司特别邀请知名 大提琴家张振杰 在暖暖西百年邦谱间演奏巴哈乐曲 希望用音乐传递正能量 也为全国的民众来祈福 优扬的月深在百年建筑邦谱间缭绕 格外让人陶醉 庆祝暖暖进水厂通水120周年 自爱水公司方面 特别邀请知名的大提琴家张振杰 在1908年建造 负责将暖暖西原水 汲取输送到暖暖进水厂的邦谱间演奏乐曲 向传达饮水思源的感恩 先人在这里建造一座浸水厂 但直到现在 这暖暖西的水 持续不停歇地供给许多基隆人来饮用 今夜水公司和张振杰老师 携手在这帕埔间前 我们举办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 是为了饮水思源 缅怀前人的足迹和贡献 在双龙桥下的百年红砖建筑 邦谱间间演奏巴哈名曲 本山市基隆人的张振杰表示 音乐是最好的语言 面对疫情的威胁 希望透过浸水厂的水 把音乐的正能量传递给基隆市民 与全国民众 我想音乐是最好的语言 也是最好的能量 在我们疫情升温之下 我们用音符来给大家信心 那也在这边希望 让这个疫情渐渐稳定以后 我们能再回来这个现场 来为这个净水厂120年 而且是全台湾第一个净水厂 我们来为他演奏 我们为他来欢庆一下 除了为即将到来的 软软净水厂120周年 庆祝活动软身 在水公司方面也期盼 透过这场因应疫情 而没有观众的快闪音乐会 抚慰基隆人心灵 更期许疫情能早日结束 让国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你这是老办人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 做好防护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111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和平岛龙木井 是西班牙统治时期 供应圣萨尔瓦多城的水源而建 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 距今已经有400年 但最近有民众反映 这个周遭级停车场 常被堆积大型的废弃物 造成地方的困扰 由于附近的土地全属多 市议员蓝敏黄就协调 将由中正区公所负责围管 环保局加强取地开阀 来到和平岛龙木井旁的停车场 一旁不只种了菜 还搭起了棚架 似乎变成私人的聚会场所 这都要先贴啦 可能要再公告 我们会贴公告 请民众把这些物品自动清除掉 不然我们动工之后 将把它适合废弃物来丢弃 一切都依法处理 草堆里水手一番 就是一堆垃圾 有的是家用垃圾 有的是游客丢的 一定有困扰 垃圾干了一大堆啊 当然外客游客来看了 也是不好的 印象也不好的 对不对 这也是在我们立场来讲 也是一种困扰 对 你知道 现在有蓝米黄要来处理这一块 就是最好的 一旁的历史古迹 龙木井也好不到哪去 一张沙发就堆置在现场 旁边的凉亭也到处都是垃圾 虽然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 就立即前来清理 但市议员莱敏黄隔天会刊 现场还是随手可见空酒瓶 这个我里长当里长 我也是有空 我这黑了那个塑胶袋 拿来自己来捡 我有时候一个月来捡一次 撿了不到两天又一大堆了 在地的也有 游客也有 平安心讲话 我们不要说 真对水这样 也不一定 有些是车子游客 对 对不对 东西吃一吃 车上有的时候也会丢 直接就丢了 听说常常来清 对啊 没有用 没有用 就自己的问题 公德性的问题 对 龙木井及周边停车场 环境招人乱丢垃圾 堆滞加剧 引起了民众关注 由于土地全署 有多个单位 市议员 蓝敏黄 邀集港务分公司 区公所等单位 现场会刊 就是因为算是赶群外围了嘛 所以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丢垃圾的问题 比较没有办法管理得到 对这个是真的有困难 而且这个垃圾啊 龙木井那边 一般都是原住民的啦 对 那个游客也有啦 是 啊这边啊 这边 一般啦 这个停车场在这边啦 这游客最多 游客这里也没有垃圾桶 没有环境的地方啊 塑胶碑啦 都乱丢丢了一大堆啊 对啦就整个让它那个美化 然后漂亮一点就 龙木井它本身是历史古迹 那管理单位是文化局 但是啊整个环境 周遭环境的清洁管理维护啊 我认为还是应该由中正区公所 常态性的来负责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那未来我会争取经费给区公所 甚至可以动用志工啊 来协助管理维护的一个工作 范围蛮大的 那里长刚刚也有说明 因为尽管土地所有权管理单位太多 包括文化局、区公所、环保局 还有港务局等等 那透过我这次的出面解决 大概都可以完成客服了 因为土地取得那么绿美化之后 将来啊就是由我们中正区公所 来做经常性的管理维护 那我会请环保局来加强取缔 这个乱丢垃圾的违法行为 我相信专管旗架之下 未来一定能够大幅的改善 民众缺乏功德心 乱丢垃圾 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请环保局开单告发 未来政府也会加装监视器 一旦发现行为人乱丢 就会开罚 记者黄绍铭 基督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让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 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